彭博204縣道 机车骑士接班呼啸而过 占据整个车道 距离近一点可以发现 不只危险并排 而且全部的骑士 只有一个人戴了安全帽 交通混乱状况还不止如此 市区马路上壮观的机车 仿佛长河 马路成了机车河 而且游客跟本地人超好分 只要戴了相同颜色西瓜皮安全帽 就是租车的游客 红绿灯跟仿佛虚设 行人跟车辆全部混在一起 让人看得触目惊心 混乱之中 警方努力只会交通 行人走在马路上 人行道上反而没什么人 选走上大马路 人多不多 很多 跟跨年同等级的 人家要来澎湖 我们能叫他不来吗 到底游客有多少 从马公网七美望安的上船地点 南台码头 俯瞰一片密密麻麻 机车车位全部爆满 都没有停放到格子里面 交通乱象让人摇头怒轰 根本把澎湖当练车场 甚至有当地网友质疑 游客练车地点不只路烂 还没有路灯 到底是去练车还是摔车 网友更开酸 全台湾的三宝都到澎湖大车聚了 那不是练车 而是蓄意杀人 交通法规示弱无度 违规成了游客日常 也难怪当地居民崩溃 外婆的澎湖湾竟然成了全台最大练车场 记得综合报导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